我现在要来示范怎么样子用语音辨识的范例来辨识我们在网页上面把语音转成文字 我现在写了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当我按下这个辨识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进行辨识 辨识的语言有英文和中文 我们设定的英文是美国版 中文是台湾版 我们按下去开始辨识 现在我要讲英文 Hello 因为我刚刚讲了一堆话 所以它就怪怪的 我按这边停止 再重新辨识一次 Hello This is Johnson speaking 他有时候辨识的不太好 再来一次 Hello This is Google Voice Recognition Program 这次辨识的好一点 但是还是没完全对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This is Google Voice Recognition Program 差不多对了 它最后一个字错 再来一次 Text to Speech 这次就对了 我们也可以辨识中文 我们来试试看 我按开始辨识 就会开始 I 这是Google的语音辨识程式 OK 你可以看到只有第一个字错 其他都对 所以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蛮好用的 甚至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学习你的发音 然后看看你的发音是不是语音辨识程式能够听得懂 那如果你希望学习美式强调 你就把它设成美式的 那当然我们这边只有美式和台湾而已 不过事实上它可以辨识更多国家的语言 那也有英式的 也有澳式的 也有大陆版的中文 也有香港版的中文 那你都可以利用这种写法来做辨识 那这是我们对这个程式所进行的介绍